阿虎查想跟你谈谈心事 短短两天他狠心地斩了手上的货 他有哪几只呢 他有腾讯、700、175、吉里、1810小米、6098 他输了八万多元 他说这么大个儿子都没试过这么伤 他说他要存很久才能存到 他心就很痛 他说现在有没有机会可以低位拼回呢 哪一只旧残可以抠呢 通常这些状况 我想一般的投资者 或者我过往也有这个经验的时候 就是输了的钱 其实是很希望在短期内 就可以去迫回来的 但是也需要去明白 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 以至到投资者可以输一个 比较大的比重的钱的时候 证明了市况是比较差的 所以如果你说在这个状况之下 急着你去反弹一些股份的话 可能有机会就会出现一个 陆巧反越的状况出来 我觉得稍微休息一下 可能今个礼拜也休息一下 到当你的心情稍微缓解了的时候 你再去看股市方面 又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下个礼拜才再部署 就会比较上适合一些 另外一个方面去看的时候 一般在现在这些市差的状况 可以留意一些跑人大股份 跑人大股份来说 升的当然是理想 但就算在一个跌的状况的时候 可能留意如果跌幅 倾向上来说是少过恒指的话 这类型的股份 短期的沽压未必是这么大 可以成为一个值得留意来吸纳 譬如像现在那样 恒指跌着0.8% 如果你留意到有些股份 可能只是跌0.4% 甚或是低于这个数字的时候 即是沽压已经不是很大了 我想就开始逐步 加上这类型的股份 应该对于亏损的改善来说 会有个帮助的 好 因为我都挺喜欢你 刚才有一个建议就是说 无论市场如何都好 可能这几天就停一停 冷静一点 因为我都明白 输8万多元 如果给我都真的会很不开心 可能冷静一点 再分析 再看市况 再做部署 可能做个决定 可能就会比较合心意 再上试 不再适吗 就会比较好 就也会比较好 这就不就 不就 不就 就不就 在那里 真的 是 感谢观看